619 漏斗图 漏斗图在一些报告里面用的也特别多 我们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漏斗图呢 比如像这边 这边是访问量 是这么多 然后注册量 相对于访问量的话可能会减少 然后真正把东西放过购物车的 就更少了 然后在购物车里面下单的 进步减少 之后有一些可能出现bug 或者说最后出现问题 有一些下单没成功 之后成功购买了 其实上只剩下这么多了 就是层层递减 这个就是漏斗图 它怎么做呢 漏斗图的做法是特别简单 它跟我们讲迫户图是一样的 就是底下的话会有一个垫底的 其实这是一个堆积调应图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怎么做 我们这边画现有数据 就是访问注册购物车下单成功购买 这个可能根据每个人工作可能会不一样 我们这边以这个文例子 它分别的数量 肯定是逐步下降 我们需要给它做个什么呢 做个垫底的 就是说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注册图的 它是垫底的 这个垫底怎么算呢 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个最长的 减去它 然后除以二 因为两边都有嘛 我们要取的这个值等于多少 实际上就除以二 所以它是 这个是这么算的 它是用2123100 访问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用了一个绝对引用 然后减去这个注册的 然后除以二 往下拉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辅助列 然后呢我们选动它 点击插入 这边有一个对积填图啊 点下拉 点确定 这个图表的话可能看着还不惊人如意啊 待会看一下有一些问题 首先呢这个垫底的应该是垫在下面 而不是钉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要用了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置点 我们反键 选择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两个数据系列位置 给它改变一下 我们点击它 点这个箭头啊 下移 点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 换成白色 然后这边因为是 填印图 它是从下往 从下往上排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 还在逆句类别 我们双击它 这边有逆句类别 点一下 就可以了 好我们点击它 反键 停下数据标签 因为标签的话是黑色 是深色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它 因为就挡住了 我们可以给它 我们可以给它换成 白色 加粗 放大 然后这个呢 调整图上我们可以给它 放大一点 假设放成板子板 然后这个图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大一点 可以把这个图里给它去掉 上面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掉 那基本上 这个图表的话就做完了 相对简单 它用的原理的话 也是通过一个垫底的 通过天降中的辅助列 来辅助 构建这图图表 那我们热头图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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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